可是那个时候去美国的话 哇 他那个shopping mall里面 你看东西可多了 我觉得我一下就被资本主义给震住了 然后就觉得不是 我觉得美国太好了 特别想去 所以我知道能去的时候 我自己还蛮开心的 可是去了三个月就完全不一样了 像我在家里 是不是就一个中国女孩那时候 就我一个 就我一个 对 完全找不到同类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就是那种文化的那种孤立感 我记得第一所学校 有一次formal dinner的时候 居然还有人问说 你们是不是还是吃粗眼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种问题 你也不知道是该生气 还是该嘲笑他们 因为你自己本来感觉很弱势 英文又不太好 然后也不会像美国女孩那么会social 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可怜的 一个awkward的那种感觉 对 然后完了还被问这种问题 你知道那种感觉特难受 这个状态维持了多久 53年 很压抑是吧 那种感觉 最主要是孤独感 嗯 你现在让我再去美国生活 我觉得我待不了一周吧 我不行 我真的是喜欢热闹 所以当时就想不会在美国留下来读大学 我不要 我不要 嗯 所以其实家里还是比较 不太开心 觉得给你这个找了这么好的机会 人家都好好的 在美国都有面子呀 但是你又不珍惜 那爸爸怎么安慰你呢 或者他不安慰我 他不安慰你 他生气啊 当然很生气啊 当然很生气啊 没有安慰我 那回来什么打算再回到中国 回来我就想回成都玩啊 成都多好啊 后来我爸就跟我说 你不能待在成都 只能北京上海 你选一个地方去读大学 嗯 一开始是北大吗 还是去 没有 外交学院 很小的学校 也小 对 我一下飞机以后 然后自己打车到学校什么的 我觉得那个司机一路都在骂我 你问他什么事 他都挑着回你一句 下车的时候 我抽了100块钱 我扔给他 我说师傅 我说你可以不喜欢我 你没有必要骂我 因为我不用找了 就走了 还不用找了 真是便宜的 我其实就挺不适应 北方人说话的这种方式 我冲 那种愣 冲 特别冲 但后来我就跟自己说 你都已经失败的从美国撤回来了 北京如果这一站再撤的话 你就完了 那我一定要在北京好好的 这个扎扎实实交几个朋友 嗯 扎几个朋友 然后从他们的角度去看北京 我就开始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到现在我都很喜欢 很喜欢北京 你是大概2003年开始进入集团的吧 对 对 决定进入之前 对 那时候你想做什么呢 哦 那时候 吃喝玩乐的吧 对啊 开过这个卖这种首饰的这个小店啊 什么还有餐厅啊 就在那个成都的春席路上是吗 对对对对对 骨子里面有种做一个漂亮的老板家 火锅 拿把刀 火锅西施什么这都 我觉得我可能会使唤那种比较美一点的东西 因为爱美嘛 嗯嗯 对 那个持续多久 嗯 哎呀可能是三年 嗯 三年的样子 很好玩 所以那三年时间为什么结束呢 为什么不继续呢 嗯 当然了 我觉得我爸也对我形成了这个 就是他他设计了很多这种坑嘛 对 因为他一直还是希望能够让你回去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 在他看来 嗯 因为以前我不是自己还想去这个唱歌啊什么的啊 然后爸也打击我嘛 我还说你会唱歌里面你不是长得漂亮的 长得漂亮你也不是会唱歌的 长得爹着 是啊 他说那个你唯一能成功的可能性就是因为你有个我这样的爸爸 我那你不能资助我吗 他对不起请你原谅我的资讯 我不能资助你 然后我就三天没理他 后来我也认识了一些非常会唱歌的人 我才发现自己其实不太确实 差是有多大 不过我现在还是一个那个很常说的 你现在是做商业里面唱歌唱最好的 我是卡拉OK里面的好选手啊 对啊 我是卡拉OK选手里面最敬业的呀 你最拿手是那首歌 没有拿手都行 我发现你谈这些事比听谈故事管理要兴奋多了 那是那是 成都的那种 嗯 他的那种美就是不做做的 嗯 然后还是很有娱乐精神 跟那个要要高兴那个这样的 对 对 对 在这成长的人的感觉就会很安心 很那种很放松人 对啊 对 我们要更洒脱一点 我觉得更放松一点 更放松一点 对对对对 对 你看你看 你看这牛吧 这个麻将管挺牛的吧 特别好 咱们坐在打一局 来 从一哈 你会吗 我不会 但我觉得好有手感啊 这个果然十三腰啊 谁能帮我拍一个照好吗 你要摆一个特别像赌神的那个姿势 拿张牌你得 你还在看牌 还很会演吗 谢谢啊 行了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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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一号 好逗啊 人家这房子的感觉挺好 他都不是那种做旧的那种感觉 你看你看 我跟我老公回来 他就就喜欢找这种地方 这个是原来的一点没变 如果你要去投资拍电影 你想拍什么呢 我基本上不会投资拍电影的 虽然我那么喜欢电影 但这个貌似不是一个好生意 如果他需要你来支持他拍的电影 你会支持吗 他不要 他不要 而且他的这个 他现在这个年龄可能他自己还挺想证明自己的 当然了 所以他特别还挺介意 你觉得你的家庭给他带来压力吗 当然了 但我觉得他真的很不错 我由衷的佩服我老公的心态 就是他这种比较 他挺自在的 他很自在 而且他比较没有目的的一个人 他当时最初吸引你是不是也是这些东西 还不是 当初真的是因为大家都对电影感兴趣 就是一个唯一青年的那种 一个唯一女青年的这种 对 完全是唯一青年 对 我老公也挺帅的 对 你以前是很想拍电影 是不是 我觉得拍电影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因为你在短期内传一个组 然后就在一个时间内做出来一个作品 这个作品可以流传那么长时间 这件事诱惑太大了 你觉得比做企业刺激 本来流传那么久 这个作品好 他自然就戒长青了 你们天天在做企业 天想戒长青 寄托一个又一个的产品 一代又一代的人 不停地跟换你的组织 累不累 人家一个产品 人家一个产品 就长青了 对 就长青了 那很牛 对吧 对你来说 比如说 把公司带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你就可以更放松去做自己想做 或者说你更 你现在也没有那么强 我以前老觉得这个问题是个yes or no的问题 现在我觉得其实是个 逐渐逐渐角色转变的问题 但它永远不会有一个我所谓的我想要的 做的事情 对 没有 我觉得我会把职业生涯跟兴趣爱好 去做一个区分 有一个主线的一个事业线在这儿 并不会说我完全离开它 我跑去真的干电影导演 或者什么的 你想过吗 如果没来这儿 你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的 你就拒绝反叛到这个传统 前春夕路到了晚上斗云夜市 为前开这张店的 然后所有的这帮时尚人士们 基本上就基于这个点 和德克市那个点 中间会穿梭 那是小菜妹吧 你这样子打扮的 开酒吧小菜妹 还好 应该是属于他们跟我的外号 是时尚先锋 哇 时尚那个疯 疯狂的疯 疯子的疯是吧 对 还没有 还没有时尚先锋了 哇 你这还很感慨吧 你碰到这儿 当然了 所有的记忆都浮现了吧 那些不靠谱男生都浮现了吧 傻子妖 自己也不断 没有多靠谱 冠军 就是这家店 对不起 已经变成雀丸箱了 就这个地方是吧 以前没有那么大 我只有这个的 就这么多吧 这是三个 从这到这 你知道我们这一多么像这个 像那上面字吗 那个 你知道的太多了 是吧 你知道的太多了 就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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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现在是人物游在 这个景色全飞了 对 倒过来了 所以现在时代 就这个环境变得太大 人面不知何处去 小店依旧笑春风是吧 对啊 而且人家这个还开串锋了 就在这 走吧 我们往这个新时代走 流水多少 那个月的时候 记得吗 我有售高的时候 一天就能卖一万 很多 我可以啊 谢谢 可以的 可以多多的有 对对对 特喜欢人家夸我 老跟人说 我说特别想夸我 人家夸我越鼓励别 就我就说 但如果说 后面没有家族的 已经的平台 你觉得你会折腾成什么样呢 按照你对自己的理解 盖尔艺术什么的 会变成一个开了几十家连锁店的小店的这种手饰店吗 会这样吗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可能还会搞点更有创意类的东西 因为我喜欢这种东西 点子创意啊 然后能够付出实现啊 往这些方面 而且我觉得我的性格是还是需要有partner的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那种好像特别典型的生意人 企业家 我觉得我特别需要有partner 什么情况 那我们就不拍了 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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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光光的是吧 好吃 你看 那种好吃 非常好吃 是不是很好吃 这不是一般的好吃 你看 三线肉 那最好的部位 比如说现在回忆起来那两三年 自己开小店的生活 对你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没有那么自我 我觉得这还确实有帮助 你看我开那个小店 一开始我卖的都是我喜欢的东西 我喜欢什么东西 我喜欢类似这种奇奇怪怪的 然后就是那种好像有点特色那种东西 但是我发现我喜欢的东西都卖不出去 第一个你贵 第二个你太奇怪了 不好搭配衣服 你必须得很多人的衣服 你太好搭配各种不一样 这个就是说你不能太自我的去对待商业 你一定要从消费端来 我觉得去自我化 这是对我特别大的改变 还有就是成本意识 我跟一帮做小百货的在一起 他们真的算得很精的 今天花多少钱端到端 这其实就是供应链管理 供应链管理哪那么高级 就这么回事 今天出门我拿1000块钱 这到这花多少钱 那到那花多少钱 怎么还能省一点 不就是这些事吗 对那时候你父亲已经非常有名了 应该是开始凭各种榜单 已经是最 就这种东西 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跟他联系在一起 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媒体 然后跟他其实是没有一直出现过 也没有 怎么就决定停止了 要回到 家里也没有逼我 你自己干一个小摊 天天打交道的是地痞流氓 跟我爸出来吃顿饭 那大家聊的都是一些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然后我们正在做什么 都是很正面 然后你自己有虚荣心 你打交道的层面不一样 这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经历 你所有过往一直积累到今天 你读最好的学校 你见各个层面最优秀的人 你最后用在这上面 你总是心里其实是有一点不甘的 就是说你总觉得自己可以更好 因此有这样一个平台 你自己内心也拧过来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幸运 金钱对你意味着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好深奥 随便乱说 其实我也在想 在想一个问题是吧 对啊 金钱是怎么说 这还没有解开的一个谜 金钱还是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代是这么推崇 金钱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是有点太推崇了 宁在宝马里笑 你听到这样的话什么感觉 也不无道理啊 就是说这个物质基础 你是得去追求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追求它本身也是个正向的一个方向 前两天我有朋友还嘲笑我 我在买投资股票到处问人 他说你那大老板你还要关心那么几个点 我说理财是一个人基本需要的能力啊 福布斯的榜单或者什么忽日榜单 比如说你20岁给年轻人说你账面资产有25亿 就什么感觉 一点感觉没有了 因为你实在根本不让你不可能用那么多呀 我一年的花费就除了买包以后 以外都是给娃娃老公买的 你用多少钱跟你能够支配多少钱 那是两回事对吧 你那些钱你永远不可能用 但如果愿意它是可以变成你兜里的钱的 你拿来干嘛呀 你花不了啊 你用多少钱你知道的 其实这部分更私人的钱 为那部分我会去合理去支配 公共的这种财富 我更多的是它的支配权 即使这些东西都是我兜里钱 我还得找个事业让它赚起来 这样才好玩啊 要不然你玩啥 你守着一堆钱干嘛呀 你有病啊又没有增值 对吗 不是你会觉得钱有它很危险的一面吗 太多了这真的是责任啊 是社会责任 这个责任意识什么时候变得特别强的 意识到的 就不是一个责任意识 这是一个价值观还是世界观啊 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真正属于我的 真正属于我的是所谓的工资 我真的是自己赚回来 那些东西真是属于我的 那些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 所以我在那些金钱里面会是最自由的 那么我想怎么支配它 怎么支配它 我只想对我自己在这个部分里面去说话 而这个部分更多的是另外一个角色 那是我另外一个角色需要去面对的 因为你只有用这个价值观 我觉得自己才会端正 做这个角色的成本才最低 比如说在很多社会里面 这金钱都会转化嘛 他们第一代有钱 接下来会去办大学 办教育 去做美术馆 它等于把金钱变成一个社会进步力量嘛 就对你来说这种东西的诱惑 大不大 不是诱惑 我觉得这未来可能是个必然 我们现在就看现在这些企业家 我觉得他们也越来越有社会的责任感 而且他们也更世界人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程度上 自然而然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包括我跟我周围的朋友 我们也会啊 我爸爸妈妈也做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定会这样的 你会介意别人说你是富二代吗 原来有点介意 以前特别在乎什么原因 是心虚吗 也有可能是心虚 可能是不自信 对对对 然后特别想证明自己嘛 我还挺早就开始想要做点生意什么的 我初中那会儿就做亚方小姐 那时候最特别流行的 亚方小姐 对亚方 然后我们住校嘛 到了晚上一熄灯 我要拿着电筒 推开人们一照 这颜色怎么样 就化妆 你知道吗 就那个时候就走 自己当model 然后对 自己当model 然后图上 然后就给卖东西 就卖化妆品 有钱我真一直都没觉得我有钱过 今天 真的没有过是吧 我真的没有 我到今天我会觉得我一天不工作了 我这个后盾就动摇了 我家里也是一直给我这种感觉的呀 我其实过去也会蛮羡慕说王思聪 他们说爸爸去给你一个亿 然后让你去去做一些东西 嗯 我就没有过这样的经验 我都是我都是爸爸借钱 很少的 所以我一直都是觉得有危机感的在这个问题上 从来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后盾 从来没有 我每每一个月我都会跟我老红说商量一下 我们以后怎么办啊 说要是我要不上班了 我说你那个光靠干电影行不行啊 我说你还是 你是不是能够更现实一点 他怎么回答你呢 他说没问题啊 他说媳妇 他说那个你放心吧 他说现在电影上好着呢 你们要开会是吧 你们坐 你们坐 你们一晃个人坐会就好 从医疗大健康这块 我们做了一个三年的投资规划的 应该是钢药 我们首先选择的是医院 进行一个收并购 将它迅速实现一个规模的累积 和一个投资效益 定位的 这个放到大专科小综合的这种医院 但是你这个综合型的话 你对于体系的要求就非常高了 你的这个体系的支持的话 就必须要跟这种 有些动作 1941就当之 symbols 像以前你父亲早上创业的时候 其实中国的企业包括这个行业 它是follow日本怎么样 欧洲怎么样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 现在你们会变成一个 创造一种新的模式 不太一样了 比如说它有一个这么30年 这么一个长的历史 然后有这么广阔的一个区域 它给你是一个前所未有的 对公司的认同感吗 我觉得反正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别人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家族的辉煌史 在我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多种元素综合在一起的 当我去梳理过去30年的时候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每一个历史 给到我们有一些好的转折的机会点 或者是政策有一些好的 民企企业的这种一些开放口 我们都踩到了这个点 并且提前了半步踩到这个点 这是很不容易的 那反过来想 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一定是这帮人 一直坚持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退缩过 第二个他一定非常相信 这个外部的环境 他不会变 如果他们几个不是特别正向 去相信这个国家的未来 相信我们改革开放 是一定会继续下去的话 他不会还这样踩着机会上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外面的人会看起来 他们会把它神化了 但事实上在我看到 都是特别朴实 最内里的这样一些内心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的行为是怎么样 都最简单了 比如说你父亲这代人 他们是其实在就判断觉得未来30年会一直很好增长 市场会怎样 对你来说呢 因为现在的判断不仅是中国经济环境 也是包全球的 你的判断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认为未来这些10年 我觉得农牧跟食品是大好的年头 我觉得首先可能互联网还有移动互联 确实它是一个时代 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绕不过的 你就在节骨眼上了 而这个节骨眼本来它是很大的危机 同时它也是机会 当然了在一个变革的时期 肯定是有技术能力的人去引领 但是它的影响范围是一波一波的 有些行业快一点 有些行业慢一点 而有些行业它依赖原来线下这些东西 是不可或缺 甚至更重要的 它越来越波及到后面这些行业的时候 它更多的就变成一个工具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不要怕 坚定的去改 好事好在呢 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说 它是一个当地去索取 当地去销售 它没有说我拿这里资源卖到外面去 而且它是一个很名声的东西 我们在埃及 他们那会儿打仗 打仗也是要吃东西 反而我们的很多原料 就是被周围的这些村民也都拿去吃了用了 大家反而还挺感谢你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特别狼性的行业 包括你 比如说你14岁读书的时候 别人问你是否还吃粗眼 那时候中国是个形象 然后不到20年时间里面 然后你们是去了 要第一个买各种东西 中国要去开场干嘛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奇妙的 我们的时候到了 土豪 对 就是一代人 就这么一代人 这种非常的dramatic 这什么感觉 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说一下 在美国的时候 每天都觉得好像得看大家的眼色 你知道吗 小丫头的那种感觉 而现在又不一样了 你每次出国 哇塞 全是中国人在购买 买买买 哪哪海关都说中文 美国人眼里出现了那种羡慕基督恨的眼神 这都是很明显的 这都是很明显的 我英文也说的办好不好的 然后还能用我这个办好不好英文 经常还跟国际友人们谈判 哎呀 我觉得感觉可好 就一扫当年那个上课回答不出问题的那个怨气 对 比如你观察你周围的年轻的同事 包括合作伙伴 包括谈判 就是你们这一代人 跟上一代普遍是这个区别吗 还是 我们这一代人是已经习惯了从小 就是听 就全世界听同样的音乐 吃到不同国家的食物 也理解西方人的价值观 对于这些东西 你有天然的包容性 比起上一代来讲 所以更容易去建立文化上面的沟通 我自己就是个四不像 我觉得老外很喜欢我 觉得我很西话 沟通很直接简单 我在中国的企业家里面 我跟他妈也其实也挺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也沟通的挺好的 我觉得我就是个四不像 不也挺好的 包括比如说 你父亲创业的时候 中国人的差别不大的 比较差别不大的 到你这代人的区别巨大无比了 是在塔尖上最顶 对塔尖那批人 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差距 对你来说 它会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对 我真的有点答不出来 因为我妈曾经跟我说过一段话 她说我回过头来想 她说我们那个年代 虽然说穷 但大家都穷 一平二洗的 再辛苦 当然都是高高兴兴的辛苦 因为没有差距 你看你们这代人 环境完全不一样 条件完全不一样 你们的竞争多厉害 你们的内心是多痛苦 你会对比如同龄人的困境 感同身受吗 比如他们在公司里面奋斗 可能奋斗好多年 在那买不起一套房子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好问题 我以前不会有那么大敏感 就到领导岗位上 我就觉得了 我最怕 我心虚的就这点 就别人来跟我说 说你对于薪酬 分钱 年底要分钱了 对吧 谁应该多一点 谁应该少一点 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去看 这个工作的表现 但你在下一级的人 他们的需求 究竟应该怎么样的话 你就觉得踩不到底 你不知道这个阶段的 这个年龄的人 他最需要什么 比如对你现在一个 你自己个人 比如你是一个母亲 是一个这样一公司负责人 然后你也是个文艺青年 你觉得现在中国社会 让你最忧虑的部分 是什么呢 这个 肯定每个人 怕你是女 公司女生特多是吧 我看着好像一圈 没有 我是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确实应该解决眼高手低的问题 就很多年轻人我觉得有知识没有常识的感觉 这是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体会 就是大家都很能说会道 但是真正的这个在实践的时候就演高于手 然后就不能够这个知行合一 就是不能够 就是你会说但你会不会做 那么公司需要来承担这一部分所谓的专业的职业化的教育的话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累人的 但是你也不得不做 你自己有这个问题吗 你觉得我原来有 我原来有 但是我觉得我其实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自己还算好 因为我从小家里会比较在意劳动这个事 你就数鸡蛋你也得干活 出门你背包 那天我跟一个朋友说做这个慈善 然后我们到这种偏远山区帮大家做那个白内脏手术 连续去了好几年 他说你看像这样的事就是你们这种富家子女会特别的这个体会 我说我也不是啊 你做这样一些事情不仅仅是说 你去体会一种没有前人的生活 或者说你感受一下社会疾苦 我觉得不那么单纯 我打那个杂工嘛 因为我们做志愿者 我们就是门口放人进去的 最后一粒手术了 我们只能接最后一粒 后面还排了一堆人 有的是年纪特别大的 有的是年纪特别小的 有的是很远之外 骑着马出来的年纪 你怎么去选择 其实这些事情也是很社会性 这些东西也是你在这里面体会 他觉得是多维度的 觉得是你平时遇不到的这样一些抉择 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很优秀的年纪 他们也去做这个什么支枪啊这些 我认为不是不是不是不好 应该是很好的发心 可是我觉得真正能够去改变现实问题的人 他一定是了解社会的 了解人民的 了解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样构成的 然后这些现状是怎么样形成的 循运渐进有策略的去做的人 而且这一定是有一定的这种社会经验 管理经验生活经历的人去做更好 看这些调料就很开心 是呀 你们这香吗 它是崇州的小吃吧 然后呢以前是开在青石桥 青石桥是我爸那会儿他们刚刚创业养鸯 然后我奶奶就在青石桥这个地方 去开了一个铺子去经销这些鸯蛋 然后我妈跟我爸谈恋了 就来见我奶奶 见了我奶奶当时又看了我妈了 然后就是带她吃鸳鸯 我妈是个东北人 根本就没吃过这种东西 然后她就觉得哇好神奇 有一种东西叫鸳鸯 后来是我在想 我奶奶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每次我妈去就带她去吃鸳鸯 把东北公园给诱惑到家里了 怪偏了 我奶奶喜欢我妈妈 对啊 就是那种嘛 就都会看上她了嘛 就老是带她去吃这个 而这种东西确实很特别 它的桥面不新鲜呀 它没有那个味儿 嗯 所以真的是挺unique的 嗯 好 哇 这看着就好香 太牛肉了 这看着也好吃 我先吃后的笋 我觉得看着笋好好吃 你看鸳鸯一半面一半粉 然后它都是自己压的 嗯 好吃 很努力